张丽线 有 你接受第二主力团 是 而年轻气盛的张丽线完全不顾同袍 一上来就甩出美军给的王炸 要把友军和敌军一同化为灰烬 因为在张丽线的眼中 两个团数千人的血肉换来的阵地 只能继续用血肉稳固 他绝不能拱手相让 烦了人都听傻了 可张丽线却厚颜无耻地说道 为国卷取 得其所在 感情 不是您自个儿活活被烤死 当然得其所在 而张丽线也不愧是特务营长 手段果真是很辣无比 亲手将数百名于家军战士 送进了日军的绞肉机 可这样百无禁忌的打法 和疯狗般的架势却起了奇效 烦了很快就落入下风 于家军再一次付出巨大伤亡后 便以催哭拉朽之势击破第一道防线 但张丽线却不给烦了任何喘息之机 反而对他穷追不舍 显而易见 张丽线这种打法本质就是在耍无赖 他是想用兵力优势堆出一条路来 甚至不惜提前用上美式装备 放住他 有力炮 在炮火加持下 张丽线彻底放飞自我 哪怕士兵全部牺牲 他也要砍下法纳的第二道防线 随着最后一颗手雷扔进碉堡 法纳的第二防线终于告白 张丽线还不忘嘲讽 可他虽然赢了 但大伙都心知肚明 用尸体堆出来的胜利根本不值一提 张丽线绝对不能再打下去 不然于家军都不是伤亡惨重 而是全军覆没 你真是不知节省 学生不惨 对不起 龙文章见状却并不在意 反而想起二人在侦察时说过的话 咱们都不可能说服于小琴 图画的再现 他会说 一切真 他已经不再相信我们了 想到这 龙文章知道他必须玩命 否则不可能说服于孝卿 但于孝卿却朝凡了低下头 你的部下不是草包 我看错了 道歉 龙文章对其很满意 他已经使出了赤奶的惊人套 而且烦了的表现让龙文章向于孝卿证明 他拒绝担任第一主力团团长 选择与他同应的炮灰头 并不是金锐门口中的破浪人 他们有血有肉能打能抗战斗力技巧 如今的沙盘上 越军失去了一二两个防线 于是部队数千人灰飞烟灭 终于到了两位主将的交锋时刻 战场上硝烟还在弥漫 于孝卿并没有马上发起攻击 他先将与半山式西平的第二防线上的战壕 改装城市和向上发起攻击的攻势 同时收集散落在战场的枪炮防具 以及攻下的碉堡进行废物力 刚刚从东岸补给过来的机枪和各种绽放炮 则纷纷瞄准了数宝 此刻数宝里的指挥官龙文章 已经无力阻止于是的过疆之举 于孝卿将所剩的所有精锐都调到了西岸 用来补充攻击力准备最后一战 与此同时 东岸的季齐坡建立了炮兵阵地 与美国空军相呼应一起 对南天门山顶的树宝发起不间断轰炸 压制着龙文章使其无法重新部署防御 一切准备妥放后 于是发起了第三步攻击 两军开始近战纠缠厮杀 引领换命的混战 你我难分 在这样的局面下 龙文章开始露出了更恶毒的獠牙 还埋射了五公斤炸药 再加上五公斤钉子进行描护面包 他用尸体堵住炸开的铁丝网 让日本兵再次通过地道出现在于是被护 他从陡坡上滚下装满炸药和玻璃片的汽油 炮弹和炸药包 和炮弹改装的巨型手榴弹燃烧平瓦斯和死 他用去射火力收拾了半个喜欢乱放信号的搜索 让人发现乱放信号弹等于通敌 在最后 于是以众的空中支援被龙文章弄老师排击炮发射的烟幕发射 甚至美国的飞机还被引到了于是自己的头顶 龙文章让人看到了战争无可的歇斯敌人 他招来了所有来自自己人的仇恨 我保证我用过的每件东西 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是将来会砸在我头上的